和平协议还没向对岸提出 双英在台湾先展开论战 与中华民国完整的主权 对于协议内容的决定权 是总统一个人决定 还是国共两党就可以决定 台湾人民能不用公投来决定自己的前途吗 这些问题马总统始终没有办法说清楚 难怪人民会感到疑虑不安 马总统蔡主席明明是各自竞选总部成立的造势活动 却猛攻对方的两岸立场 蔡英文更回应马总统的出身原罪说 我三年多做的事情 哪一样是青庄卖台的呢 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原罪 不管你主张人 不管你做的人 只要你的出身背景跟我的一样 你就是青庄卖台 在这块土地上 没有人有原罪 也不可能有原罪 两岸政治协商与公投 绝对不是族群的问题 而是对这块土地 有没有认同 对两千三百万人民共同的信仰 有没有坚持的问题 名言唯一语 双英各有各的坚持 就怕一个让步会在两岸政策失分数 三零星五网上角黄教卫 综合报导 中路抱怨为什么别人说可以 我说就不行 为什么 这个他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出身有问题 所以才一向被人扣从什么香港脚等等的大帽子 昨天徐家鑫民进党发言人他做了相当完整的准备 他说为什么马总统会这样 因为他看到香港人的时候就说他在香港出身 他看到中国人的时候就说他中国人 他看到台湾人他在选择的时候 他还说他是台湾人他就是这样变来变去 较逢欢乐较逢知识问你到底是什么人 过去参加的时候他问你有绿卡吗 第一时间他说他没有 他还说他老实 但是第一时间他说他没有绿卡 连蒋经国真的可能听到也又吹鼓之瞪眼 好 今天参英我问到一个关键是说 马总统难道你真的不知道人民的疑虑跟不安是在哪里吗 从总统今天这么多的回应当中 他到底知不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了呢 来 这个齐曼你的看法 这个刚刚蔡主席还在彰化的下头演讲 一开始要演讲的时候台湾就开始灌热 后来灌热到整个演讲台湾的讲座上面 全部都是钱 串主席还会非常感动 跟对照刚才我们发言人在讲的小猪的事情 这个印证一件事情就是民心思变 大家可以认为这段2012年的总统大选对台湾来讲是很重要 这个就好像刚刚慧敏在提的这个故事一样 那个中美断交大家在捐钱一样嘛 你看看 所谓的国旗派看起来好像爱国啦 但是你看对最近马总统一连出串的这种政治动作 包括提和平协议 包括说这个国旗派等等 这个是在干什么 这个是在向深蓝取卵 你看他所有做的动作 包括连战本来都不想替马英九站台 今天出来啊 所以马英九站也就说好 我那个时候两千空五年联副会去签五点协议 这个和平协议就跟马英九站台了 就说这个总统真好 所以你看这些深蓝大集结 那马总统去迎合这个深蓝的这些人的一个想法 提出一个大家其实坦白讲 马总统这个所谓的和平协议 大家都很有疑虑的这种这种政策 那这个这个是什么 代表说马总统确实是选情告急 所以你看一连串未来的一个动作里面 马总统一定是提高深蓝的投票率嘛 所以去打宋嘛 去跟宋切割嘛 然后把宋打成是贾欧氏送参选 就变成所谓蓝军的罪人 甚至是中华民国的民族罪人 所以他这个选举的操作是相当明显 那你回来过来讲说 那马总统今天所有的讲话里面 大概花一半的时间骂蔡英文 而且骂蔡英文的这些指控 根本都是视视而非 或者是故意要栽赃抹黑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他说这一个蔡主席批评他卖台 把卖台扣到他头上 蔡英文当时没有说过 不要叫卖台 从来没有讲过 民进党变了 马英雄还没变 然后呢 马总统话锋一转就马上讲到说 是谁用中级统一 或一个中国套在和平协议的头上 那意思是什么 好像说中级统一 一个中国主张这些人就是卖台 民进党从来没有讲到说 这个是所谓的卖台不卖台 这个是台湾人确实有一些人是主张统一没有错 所以蔡主席是主张台湾共事 我如果栋酸总统 民进党如果栋酸总统 大家就在来说嘛 大家意见不同 我们找出我们的共事 再来跟中国大陆谈判嘛 所以是马总统自己在讲 把所谓中级统一跟一中 讲成是卖台 但再回头过来讲 和平协议是不是终极统一 或者一个中国 是啊没有错啊 马总统自己都讲了 你看马总统从过去 在讲和平协议开始 2009年 他接受德国国际政治期間访问的时候 他怎么讲 他讲了四个原则 一个是所谓的这个 尊重台湾民主体制 不否认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放弃预设政治前提 第四 撤除对台的被当部署 那这样他考虑签和平协议 这四个我看他念的 没一个人他叫 现在做有效 他就要簽了啊 那不是会大会撤 到2011年2000个 共国会大会对准台湾 不认识政治前提 他现在给他用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一中各表 尊重台湾民主体制 他也没有啊 现在要讲道 他也没有告诉你讲道啊 他说没有啦 这个讲道这些是选项之一 他也没有给你承诺啊 不否认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他自己的副称 我当年是任何国会 这个都有历史记录啦 就说国统纲领 所谓自由地区大陆地区啊 所以你看他自己讲过的话 他可以马上把他推翻 所以我们在讲道 马总统你到底在急什么嘛 你到底在急什么 你已经准央要死的 现在都不用啦 另外两千控纲领的国防部 他做总统后 国防白皮书 马上叫自己下国防白皮书 他说什么 和平协议是什么 就是中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企图啦 和平协议 就是要让台湾没有抵抗力啦 他自己都定义和平协议是这样哦 两年来 虽然改变 等久一段时间 宜龙金的和平协议 这个是毒蛇猛药 这个绝对 不要去答应中国签和平协议 那两天来你就要跟人家说了 那你到底 你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回头再来看说 马总统带讲说啊 这个和平协议 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那人家骂他说啊你不是写 十年正刚有时间表 然后民进党他指挥 他说没有啦 我说他有时间表 那你没有时间表 你怎么会有不能回避的问题呢 你就是 民进党的主张很清楚啊 政治协商 这个就要尊重所有台湾人民的 的看法啊 大家有共识在来谈啊 那马总统你在急什么 你为什么说这个是蓝绿不能回避 我觉得啦 坦白讲 马总统的两岸政策啊 照进 照退 暴进暴退 这种莽撞的决策 才是台湾不分蓝绿 大家不能回避的问题啦 大家要思考说 欸 马总统这样 川普正春不几个月 这样在那黑白说说 这有的没的 这不是跟民进党的问题 这国民党 拨在台湾所有人 我们都要共同民党的问题 那人准备很多民调的资料 给大家看 包括未来事件交易所 在总统签了和平 在总统丢出和平协议的议题之后 总统的民调是明显流失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自由 苹果日报的说法 两个礼拜以来 双英就两岸和平协议 持续攻防 民进党民调中心主任 陈俊玲他讲了 马总统的民调两周来 下降幅度超过3% 主要是马在两岸议题反复 民调下降最明显在中间选民的部分 蔡在中间选民的支持度 现在已经是马英九的两倍 好我们再看一遍 蔡英九在中间选民的支持度 已经是马英九的两倍 国民党坦言马无配 仍然保持误差范围外的领先 一般误差范围是3% 那么马无配呢 意思就是说 领先蔡英文3%以上 另外我根据掌握到 国民党方面相当核心的消息 他们的说法是说 马无配其实领先蔡英文将近10%以上 所以他们现在里面有很多人 是准备要继续继续执政 这是国民党的部分 但是和平协议及公投的讨论 让原本隐藏不表态的绿营支持者回流 因此就说 不管找表态玩表态 这些人都还是民党票跑不掉了 他们说蔡英文民调上扬 拉近了跟马英九的差距 不过蓝绿对决紧绷选情 宋楚瑜的支持度明显下滑 好在民调趋势上 马总统他发现不利自己 他接受中间访问一百五 把我吞下去 你说没有了 在他任内呢 没有条件 现在中国不可能不武 所以既然没有这个不武的条件 所以我没有办法签梁和平协议 现在距离选举 还有八十天的时间 他把这个话吞进去之后 会不会已经为他的选情 民调的流失止血了 许律师